反正每一個學習當前 就要看在你心裡面 能夠赤誠發心的那種 向上熏習的心 那一爐香就告訴你 你就是弟子開始學習的 心中的那一爐 那個熱誠跟熏習的方向 所以叫爐香炸熱 就是你最初開始發心的時候 你面對的熏習像 那似乎就像那一爐香一樣 念念向諸佛熏習 向諸佛聖賢上熏 叫爐香炸熱 法界蒙熏 什麼叫法界蒙熏 就是你所有的領域 你所有的思想 都是在如是你的發心裡面 叫法界蒙熏 然後既然是在佛法上去熏習 什麼諸佛還會西遙文 就是告訴你 你的心就要達諸佛還會 什麼叫諸佛還會 就是將來你在如是經文之中 你看到一切感受先前時 你都要知道那其實都是大絕還會 因為哪個感受先前不是絕體 過去你看到感受就是感受 是個別眾生相 將來你在這些個別眾生相 每一個感受的個別之中 你要看到其實就是個別絕體的呈現 那叫諸佛還會西遙文 因為每一部經就是讓你 產明如是絕體的 然後成一方英 你這個心若是 能夠真正行者在最初那邊 哪怕是誦經時這一念心若是赤誠 諸佛獻全身 諸佛獻全身 你就是講到華元經 講到如來獻象品 什麼叫獻象品 你那個心要是赤誠實 你誦經的那個心 雖然你誦的是佛經 我們是凡夫 可是你誦經的那個心 在因地心中就有什麼 就有成就將來 如是絕體的種種莊嚴像 那個叫獻全身 那個什麼叫獻全身 就是每一個知分 什麼叫知分 就是現在你的絕分中的種種之分 它都是你將來認得 達絕體中的當下下手處 那叫獻全身 前面的文字 可能我們剛剛誦經 在杜禄江在 你不知道那個道理 可是你只要赤誠 在這個文字上面 常常去唱念 唱就是把你心中 如是的誠意唱起來 所以為什麼要用唱字 要用旋律 用旋律跟文字 就把你的心中的發起 那個像能夠帶起來 你帶起來以後將來 你在那個文字裡面 為什麼能夠體會 種種經文的道理 就是你那個赤誠肯切 像佛的那個全身 那個是知分之中 你念念越來越清晰的那個全身 那從最初的開始 熏悉開始 那一如相中的熱忱開始 到你念你之間 在不違反每一個文字之中 導引你向絕體的那個方向 那就是諸佛向全身 所以那後面叫做 香雲蓋菩薩摩荷薩 什麼叫香雲蓋菩薩摩荷薩 就是你那個赤誠心 念念受熏 念念向上熏的那個心就是香 你看到你的學習心 那個赤誠 已如雲一樣向天上遮覆 雲也有雲極象 像你的心中不斷的雲極 然後就照在你現在的發心上 照在你現在的用功上 就是種種行為上 就是香雲蓋 你要不斷地觀想 是法界之中如是香雲蓋三智的力量 都在你心中雲集 那叫香雲蓋菩薩摩荷薩 你能每一個每一個拜時 每一個香雲蓋每一次每一次拜時 第一拜就告訴你就是初中後 三拜就告訴你就是代表誠心 那每一個觀想都是看到自己 那種香雲蓋的赤誠 就是如是受勋 如是向上去勋習 如是雲湧 如是雲集 如是念念之間 如是貫徹 如是遮覆 就是香雲蓋 然後其行法界如是 種種智慧力量 都雲集在你那一心中 那就是剛開始的那個香讚 那是香讚